婚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3979集 大荒经 那特殊的功法换作大荒经 每一家洞天福地都有存留 所以也不是什么太机密的东西 据说那大荒经最早期乃是刻留在一座巨大的石碑上 为洞天福地的心碑们所得 若是寻常人 自然不可能有此机会参悟大荒经 但杨开与寻常舞者不同 名义上他是阴阳天的孤野 身份上是星界大帝 因为星界世界术知识 与各大洞天福地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之前在解决狼牙墨图的事情上更是出了大力 如今的杨开虽然只是个小小六品 但已经踏足并参与了这三千世界的许多机密 所以在李元旺看来 让他观摩大荒经也没什么 不过他提了一个要求出来 那便是杨开不管从大荒经中参悟出什么 都得与狼牙这边分享 杨开自无不语 他只是想知道为何修行大荒经在晋升上品开天之后 小全坤的时间流速会迅速增加 真若是参悟出来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大荒经的存放乃是禁地 周围有诸多禁制大阵覆盖 在狼牙中 除了太上和少数几位高层七品之外 旁人绝不允许踏足 李元旺将杨开领至此地的时候 杨开一眼便看到了一座屹立在大地上的石碑 那石碑古朴 一看便是上了年月的石碑上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 最初的大荒经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 已经无从知晓了 这也不是原本 祖辈们将之完整地踏印下来 就连石碑的大小规格也没有区别 只为让后辈子弟更好地参悟着功法 只可惜这么多年过来 各大洞天府地虽然能人辈出 但依然是知其然 却不知其所以然 修行大荒经的种种好处和弊端 各大洞天府地都知道 但为什么会这样 没人搞得懂 所以李元旺之前才会说是石人崖会 杨开点点头 目光一向下方 在那大荒经石碑不远处 有一排茅草屋格外鲜艳 不但如此 在石碑下更有几道身影静坐 街都抬头望着石碑上的小字 定定出神 这几人中 有青年者 有少年者 更有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岁左右的孩子 听到动静 那几人纷纷扭头望来 旋即起身 攻身行礼 见过长教 李元旺 李元旺微微汗手 挥手示意 他们自便 这才对杨开解释道 这些便是我琅琅修行大黄金的弟子 杨开了然 此地满打满算 不过五人而已 能否成功晋升开天 能否成就七品 能否在死后将小乾坤转化为小元界 皆是一道道巨大的关卡 任何一关闯不过去 数千年的努力都将白费 给你半年的时间 你自行参悟吧 半年之后 我再来接你 李元旺说道 谢过长教 杨开抱拳 此地毕竟是狼牙禁地 李元旺让他来参悟大黄金 给出半年时间 已是集醒 总不可能让他一直留在这里 交代完杨开之后 李元旺便离去了 杨开迈步来到那石碑前方 抬头仰望 将石碑上的蚊子 一一印入脑海 不得不说 这大黄金 确实是一门极为玄妙的功法 虽然杨开没有尝试修行 但他如今的眼力非必寻常 功法优劣自然一目了然 李元旺说的没错 这功法只适合修行 四平八稳 修行大黄金的舞者 很难会遇到什么瓶颈 只要按部就班 也不会有走火入魔的风险 但此功法最大的弊端 也在于此太过平和了 如此修行一来 即便修为提升 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可言 同等境界之下 一旦与人争斗 势必会落入下风 这对追求五道巅峰的舞者来说 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难以保全自身性命 还弹劾更高的境界 不过出生洞天伏地的舞者 却不用担心这些 他们常年累月在这里修行 根本不用参与外界的争斗 战斗力低一些 也没有什么关系 但杨开看来看去 也没瞧出这大黄金 与时间之道有什么关系 更不懂为何修行此功法的舞者 会在晋升开天之后 体内小乾坤的时间流速 暴增许多倍 原先在此修行的五个狼牙弟子 搞不懂杨开的来历 不过他们都是亲眼见到 长教李元旺将此人送来 在此之前 可从未有人得如此殊荣 再加上杨开本身开天境的地狱 那五个弟子大概都觉得 杨开跟自己不是一路人 是已并没有主动搭理他 杨开也不管他们 静止在石碑下方 寻了个位置坐下 一边观摩 一边参悟大黄金的玄妙 时间一晃 三月而过 大黄金杨开已经能够倒背如流 其中玄妙更是尽得于心 可依然没有发现 他与时间之道的关联 这让杨开极为不解 按道理来说 大黄金能让修行者在晋升欺骗之后 小乾坤时间流所得到极大的增强 就应该与时间之道有关联 偏偏他看不出分毫 如此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他在时间之道的造诣不足 没有那个眼力 二来便是单从这功法文字中 本来就是看不出来的 想要验证的话 唯有亲身修行 然而杨开如今已是六品开天 一身修为的基调早已定下 又哪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更何况 就算有这个机会 杨开也不会去真的修行大黄金 这功法完全是一门 为他人做嫁衣的功法 不过很快 杨开便心头一动 或许可以不必自己修行 小乾坤七星坊山门前热闹非凡 又到了三年一度的 七星坊收徒大会的日子 无数热血少年从天南海北奔赴至此 希望能够加入七星坊 如今的七星坊 已经不是当年流落至此的小门派了 放眼整个虚空大陆 七星坊的综合实力 也能排得上前三之力 坊主上官鸡已在前年晋升帝尊 如果仅仅只是上官鸡一人的话 七星坊的实力还不算强大 但相传七星坊内 有一位修为高达帝尊三层性的太上长老 这就恐怖了 整个虚空大陆才有多少帝尊三层性啊 这位换作阳开的太上长老 并非出身七星坊 据说是早年游历至此 在七星坊等了一桩自己的机缘 所以就成了七星坊的太上 当初有帝尊两层性强者在七星坊内放肆 那太上一出换作沈兴的南斗宫强者 当即便进入寒蝉 许多小宗门都是恶腕叹息 这位强者为何不到自家来寻找机缘 若是当初他看上四家宗门的话 哪还有七星坊 什么事啊 与山门前的热闹比较起来 仪式大殿内的气氛就显得有些愁云惨乎 七星坊如今风头强盛 完全是靠太上长老一力支撑 上官级本身虽然晋升帝尊 但也不过帝尊一曾经而已 根本担不起七星坊如今这诺大的名头 然而自家太上已经失踪好多年了 谁也不知道太上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有一天上官级前去拜访的时候 太上所居的凌峰已经空无一人 连带着太上收的两个弟子也不见了踪影 上官级可是吓了一大跳 本以为太上只是带着弟子出门游礼 用不了多久便会回来 可等了这么些年依然不见太上的踪影 甚至虚空大陆中也没有探听到半点 有关于太上的线索 上官级本能的感觉 太上这怕是抛弃了七星坊 毕竟他本就不是七星坊出身之人 当年只是路过此地等待有缘人而已 有缘人已经等到他还留在七星坊干什么 上官级没有什么怨对之心 七星坊能有如今的名气和地位 是太上以力支撑的 他只愿自己没本事 太上当年打下的江山 他竟然守护不住 消息虽然早已封锁 但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虚空大陆十大顶尖宗门中 如今有七八个目光盯着七星坊 要不然这一次收徒大会 又岂会有这么多地尊敬跑来官礼 说是官礼其实是试探 这一劫若是过不了的话 灭门倒不至于 七星坊必定威名大孙 到时候就会传为笑柄 以后再想收到好弟子就难了 一是大殿内众人出谋划策 众说纷纭 却都没有一个好主意 收徒大会召开在即 是骡子是马 也该拉出去溜一溜了 七星坊根本没办法 隐藏太上失踪的消息 就在上官机一筹莫展之时 一道人影火急火燎地冲进了大殿 仿佛屁股后面有强者追杀一般 众人扭头望去 只见管千行长老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 面上表情极为古怪 发生什么事了 上官机开口温道 管千行虽然有道元三层镜的修理 但此刻明显因为什么事 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上气不接下气 又惊又喜道 太上 哗啦一声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上官机颤声道 有太上的消息了 打探多年也没有太上的消息 今日竟然会出现 也不知是福是祸 管千行伸手一指后面 台上在棺里台 什么 上官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愣了片刻 上官机急匆匆地朝外行去 管千行紧随其后 半路言谈几句 上官机这才得知 失踪多年的太上长老 竟在今日忽然出现在官里台上 五年巅峰 第三千九百八十级